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三回合 喜歡妳 請選擇 妳的第一位是 桑澤 桑澤 我們來咬一下下唇 快吃 妳的第二位是 小培 笑容 妳的第三位是 清暉 OK 最後一個階段了 來 女生跟男生再好好的自我推薦 好 我的愛情宣言就是 我只希望我喜歡的人 也剛好喜歡我就好 好 好簡單喔 好簡單 所以如果你是那個剛好的人的話 就我會好好照顧你的健康 然後讓你每天都活跳跳 活跳跳 馬上龍蝦就對了 OK 好的 對面三位龍蝦 桑澤 因為活跳跳的龍蝦嘛 活跳跳 桑澤 小培 清暉 你們三位願意對女生告白嗎 請舉手 太剛好了 健身教練營養師 他要的就是手臂會撐爆袖子 那一種 對啊 請就告白為止 對 男生不知道要跟妳說什麼 加油 加油 快點啊 準備好了喔 桑澤請告白 哈囉 那個我第一眼看到妳的時候 我就覺得妳長得很漂亮 然後我喜歡的女生是有氣質 但是她又可以很活潑 然後不是 不是那種比較嬌嬌的女孩 但我還滿喜歡妳的個性 那我就覺得妳長得很漂亮 就是 有一種一見中心的感覺 對 他喜歡的她剛好也喜歡 真的 這麼剛好 我可以很大男人 我也可以很小男人跟妳撒嬌 對 只要 我也是一樣 只要找到一個 也是喜歡我的女生就夠了 好 好 好 來 站到中間 兩位站中間 面對這裡 怎麼... 剛剛看女生這樣做這個動作 是怎麼現在 喜鼻疙瘩了嗎 那個感覺是因為 她講了最後那一句話嗎 因為她說她也要一個 她喜歡的人 她想要找一個 她喜歡的人剛好也喜歡她 對 那該不會是... 那我要來問一下 那妳喜歡她嗎 妳覺得 還不錯... 那我再有一個要求 比較變態一點 妳們兩個面對面 可以嗎 沒有啊 妳們幹嘛 面對面 然後妳們彼此對方說 我剛好也喜歡你 來喔 準備喔 3 2 1 請說 我剛好也喜歡你 太棒了吧 好 趕快啦 但女生都犯淚光了 你口想噴出來 你失眠喔 嘴巴講話有棒 去看短波 好啦 讚啦 那這兩個人就 手牽手去約會吧 對 準備 好強壯的手臂啊 很累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很可愛喔 有一個天 我都會有力 對愛著你 好可愛喔 下一支妳就很開心 超開心 我覺得我明天就可以 為了她請教 然後帶她出國去玩 對 因為我覺得她 不管是外星 氣質 還是任何... 任何都是我很喜歡的那個型 對 那我希望我們可以 進一步的認識 然後或許有一天 可以真的在一起 太棒了吧 剛剛好的愛情 來 看看第二位正妹檔案 大學英文系的學生 我希望讓我的每一天 都獲得更加充實 所以我努力練習許多才藝 讓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但是我大概已經把所有的腦力 耗在這些東西上了吧 很有眼力 我是個傻過頭的女孩 我手心啊 望東望西 已經是最基本的 走路跌倒撞東西 更是加強便飯 所以我的另一半 希望他一定要有耐心 能夠包容欣賞我的傻里傻氣 這樣的男生 就是我的完美情人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他有一種很青春洋溢的感覺 然後傻里傻氣的 然後還要演那個跌倒的那個 對啊 很配合 太可愛了 你看時下的年輕人 真的沒什麼包袱 真的 這也是很好的事情 好 是啊 好啦 可愛 來 歡迎我們女生出場吧 歡迎 我們女生出場 黃婢 你要賓 好 你好 歡迎 歡迎 妳好 妳好 好 讓這個可愛陽光的運動妹 跟大家好好地自我介紹一下 請 我叫郭逸柔 然後大家叫我柔柔 我今年二十歲 然後身高160 體重50公斤 然後我是獅子座B型 然後我現在讀文化大學英文系 然後我 我的個性是活潑開朗 然後傻里傻氣 打到就覺得我是傻大姐 然後我是超級樂天派 好 那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一回合 看到妳 請選擇 妳的第一位是 小雨 小雨 好 妳的第二位是 父親 父親 小雨 妳的第三位是 小雨 小雨 妳的第四位是 幼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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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第五位是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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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第六位是 阿勳 阿勳 十二 OK 好 OK 恭喜這六位男生 進入第二階段 預備 第二回合 認識妳 女性要提出問題了 有什麼問題可以盡量問喔 不要害羞喔 好 好 來 男生請接收 來 宇哥 請快一點自我介紹 來 好 事情 不是說好 快一點啦 請 請 等一下 請 好 可以喔 準備好 來 加油 好 柔柔妳好 是小雨 那我本身是賣汽車的啦 所以我賣了這麼多車 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在我副駕駛座的女生 希望妳成為 可以成為那個女生 正被想知道 請揭曉 我是不是要配合妳 這個聊男人的話題 因為她是汽車教授 需不需要跟你聊車 這個 對 講講講 沒關係 照實講 車不用 對啊 因為 比較尊重妳的想法 妳有妳的想法 我有我的觀念 那如果你願意跟我分享 妳的興趣我會很開心 對啊 那妳可以不用迎合我的興趣 那妳會不會迎合女生 然後就跟女生聊她喜歡話題 比如說 我覺得 我跟妳講 我最近用了一款睫毛膏 防水超好用 對 你自己跟女生這樣講 對啊 我說真的嗎 那妳試給我看看 妳就會配合她 回答她 可是我怕她拿我當樣本 這也好玩啊 對不對 不能當樣本嗎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啦 也可以啦 因為畢竟是兩個人之間 一些小情趣 而且你看她這樣子靠近妳的時候 特別靠近耶 她的香味都讓妳聞到了 對啊 靠近... 就啪下去了 對不對 還不錯 好 想得美喔 想得美 想什麼 你自己就給人家這種希望 真的是 好啦 OK 下一位囉 謝謝 接下來 後七位 來...自我介紹 後七位 你好 我叫福晴 今年23歲 身高185公分 體重75公斤 目前就讀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那我平常的興趣有靜態跟動態 動態我喜歡打籃球 以前也打過戲隊 那靜態的話我喜歡彈鋼琴 跟她一樣耶 一樣 所以都是一動一鏡的喔 來看看我們正妹 想知道什麼請揭曉 是不是你會喜歡我為了你吃醋嗎 就是怎樣吃醋才比較可愛 我通常還滿喜歡女生吃我醋的 是喔 可是不是因為我很喜歡臉花惹草 那...是因為什麼 先打預防針 先打預防針 對 那其實是說 女生朋友固然是會有嘛 那多少吃一點醋 我會覺得說有被在乎的感覺 會覺得很開心 對 那我會特別喜歡說 女生嘟著嘴 然後跟我說 你怎樣怎樣 然後可能就會跟我鬧彆扭啊 什麼我會覺得很可愛 那我就會想要去安撫她這樣子 那你示範女生嘟嘴 然後鬧彆扭的樣子 對 來 父親 你要示範給女生看嗎 對啊 這樣她以後才會學習啊 台詞大概是哪一類的 台詞喔 借我一下 我借你 不用緩...好 來 你為什麼要跟那位女生那麼猴 她真的不會耶 她真的不會耶 她很詭異 好啦 這種事情女生擅長 你來示範 然後對著她說 預備 起 你為什麼要跟她靠那麼近 那你下次可以不要那麼over嗎 這樣有沒有加分 OK嗎 好可愛喔 父親你幹嘛 沒有 怎麼沒反應啊 我說有 只是被Ken哥蓋過去了 他說你太小事了吧 真的 沒有 因為女生真的太可愛了 好 沒問題了嗎 沒有 好的 那下一位啦 你好 我叫小培 然後希望可以找一個女生 可以帶她去台灣最漂亮的風景 好 準備想知道 請揭曉 你找到女朋友的哪些數字 一定要記得 就是女生的數字 你覺得一定要記得哪 譬如說像是 有沒有 鞋子的尺寸啊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對啦 很重要 然後還有生日 生日 還有在一起那天的日子 OK 還有呢 還有咧 鞋子穿幾號啊 鞋子穿幾號 之後可以買鞋子 叫她走路這樣子 紫圍 就是鞋子的紫圍 對 加分 這有加分 還有嗎 紫圍 重要 還有什麼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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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圍 好幽默 還有什麼圍 圍 好 問女生 你覺得男生什麼事情 一定要記住 什麼數字 他剛才說那幾個滿重要的 然後還有就是驚奇吧 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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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奇時間 對不對 這是你們女生的看法 我們男生都是在算安全騎 他已經講到紫圍真的厲害 還不錯 其他的圍就圍 好 來 下一位 又又 請 你好 我叫又又 今年22歲 還是學生 那平常喜歡騎單速車亂晃 去找巷弄 巷弄裡面有一些 沒有那麼多宣傳的 美食嗎 對 美食 希望可以找到就是 直屬於我們兩個人的餐廳 秘密基地 謝謝 不錯 來 這邊想知道請揭曉 你對女朋友跟女生朋友的差別 是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 只有女朋友可以對我耍任性 對 那我覺得女朋友是拿來疼的 那女生朋友的話就是 其實對女生朋友跟對男生朋友 我是抱持一樣太多 對 就是這個差別 來 問一下女生 妳問這個問題是 曾經遇過什麼樣子的經歷嗎 就是男朋友會對每個女生都很溫柔 然後對妳覺得就是 來換去的那種 沒有 不會不會 就是感覺就是一樣 就是感覺妳在到處撒種 那種感覺 到處撒網 然後看哪一天釣到大魚 然後再把妳這個 到處撒種 那個窩中鱉給炒 撒種的話 就是到處留情的感覺 到處留情 這太溫柔了 所以妳不喜歡這樣 男生這樣 對啊 所以妳覺得應該男生要有一些界線 對啊 就是女朋友 就是對女朋友會特別溫柔 對一般女生可能就 就是普普通通這樣 好的 下雨薇 有請阿美 妳好 我叫阿美 OK 正沒想知道 請揭曉 就是假如約會的時候 然後我還被打散 妳會怎麼做 正在約會中喔 對 我直接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女朋友 直接這樣跟她講 對 然後她跟你講說 怎麼樣 給人拔一下 怎麼樣 怎麼樣 那妳怎麼辦 妳女朋友也沒結婚了 對啊 她說怎麼樣 那時候女朋友她不會說 好 沒關係 信給你 不會這樣吧 這樣不太對 對不對 你會怎麼樣 如果對方態度很強硬 你怎麼辦 就 安全一點就把她帶走就好 趕快把女朋友帶走 把她帶走 把女朋友帶走 趕快逃離那個現場狀況 免得發生什麼衝突 對 OK 好 那就下一位囉 謝謝 請 嗨 你好 我是阿欣 身高180公分 體重63公斤 我一直做O型 我的職業還是學生 然後剛剛看到妳的之前 妳說妳滿活潑的 其實我的個性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 兩個應該還滿聊得來的 好的 聊不聊得來 先回答問題正妹想知道 請揭曉 我喜歡有音樂素養的男生 你有嗎 我沒有學過樂器 而且我只是平常會喜歡聽音樂而已 但是我沒有去學過任何有關什麼樂器之類的 那你都聽什麼樣的音樂類型 英文的比較多 流行歌曲嗎 還是 都會聽 只要好聽都可以接受 那她這樣子喜歡聽音樂的狀態 有符合妳這個條件嗎 還不錯啊 不是一定要樂器啊 就是可能會陪我一起聽音樂 然後聽我討論說哪一首歌 比較好聽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好 沒問題啦 OK 堅哥 回來了嗎 謝謝 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三階段 喜歡妳 請選擇 妳的第一位是 蕭羽 蕭羽 妳的第三位是 阿美 阿美 是的 最後一個階段 讓女生好好的自我推薦請 來 我是 不會黏不會煩的女生 然後 對啊 我也是 我也不吵不鬧 然後所以如果你喜歡有地空間的話 我是個 可以考慮我看看 考慮一下嘛 好的 對面三位先生 蕭羽 小培 阿美 你們三位願意對女生告白嗎 請舉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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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耶 為什麼 我想知道三個男生 來 小宇 因為 畢竟我家會住比較遠 那 對 來回的時間會滿長的 對 好 遇到距離的問題 一聽就知道是一個爛藉口 不要這樣子嘛 也是個藉口 好 來 第二位 小培 我喜歡短髮的女生 你喜歡短髮的啊 是喔 我太矮了 你太矮 對 他都選你出矮了 沒有 他喜歡矮的啊 可是我太矮了 覺得這樣不太好 喔 好啦 沒關係啦 那你發表一下感言 對啊 對他們說出一些狠話之類的 沒有狠話啦 就是 沒關係 但是每個人欣賞的不一樣 對 好啦 那祝福你囉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不知道 那個三個叫另一個球 好可愛喔 沒關係 我覺得這種東西 要看緣分 對 我覺得 身高不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 還是要合得來 對 所以我覺得緣分 沒有關係 今天就當作來一次驚豔 OK 雖然呢 第二個沒有配對成功 但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啊 對 那掌聲歡迎我們正妹出場 歡迎 很性感的小女人 性感賴萌的安琴班老師 下段不可以噴鼻血喔 小女孩